主料,洋葱50克,鸡蛋3个,辅量,油,盐,酱油,水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是先将准备好的洋葱去皮,一根为二切成条状,将鸡蛋打入碗中放入适量的盐搅拌均匀,在炒勺中放入适量的油,待油溜之后倒入鸡蛋来炒,鸡蛋炒熟后先盛入碗中, 再在炒勺中加入点适量的油,待油溜之后,倒入已经切好的洋葱,放入适量的盐和酱油,待洋葱炒了8成熟后,将已经炒好的鸡蛋倒入锅中,炒好后盛入盆中,烹饪技巧,洋葱不宜过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